在亞洲型的社會有看太多了 我覺得加班這種東西應該出自於自己 你們不是一群POTATO 你們是人 就是你有自己的思想 學姐傳授我面試的時候要穿肉乳溝的衣服 會增加面試的機率 請問阿菜是真的嗎 我會微微的就是有氣質的 去展露我的身體每一部分 阿菜又回到我們最熟悉的問神不如問天菜啦 時常新鮮人 有多鮮 大概就是跟學生畢業那麼新鮮 一塊小蛋糕啦 這種東西我來回答就行了 那我們馬上就開始吧 OK 面試時看到他們公司有浴室 還有員工可以在那邊洗澡 這表示他們加班到不回家 不是不是不是 大家我們現在對於一個辦公室的定義 跟以前不太一樣的 你知道嗎 我當時在那個去拳頭啊 Riot 就是去美國他們總部去參觀的時候 哇他裡面有什麼酒吧啦 有酒吧 咖啡廳啦 然後還有就是遊戲室啦 的意思是希望給你方便 我自己覺得自治很重要 就你知道說你現在該做什麼事情 你現在該休息 你現在在那邊先洗個澡 譬如說像上班不要看的工作室裡面 也是有浴室的 然後又有廚房嘛對不對 那等於說呢 他們可能就是很多時候 就方便在那邊換衣服啊 或做一些事情 然後再去做其他東西 所以你不用想太太多 不是加班 不是加班 但但的確是現在有蠻多辦公室 跟以前傳統不太一樣 有一間新媒體製作公司 裡面就是沒有固定座位 有個筆電然後走到哪邊就用到哪邊 因為就是看它是什麼行業啦 如果它是傳產的話 可能情況會比較不同 可是現在大家都很適應就是youtube啊 或什麼東西了 我覺得有時候傳產想要改變一下 也是很正常 來第二封 現在工作好像都要加班 加班到底是不是上班的基本要求 哇欸 combo欸 不是 我回答不是的原因是因為 在亞洲行的社會有看太多了 我覺得加班這種東西應該出自於自己 你自己覺得你明天的狀況怎麼樣 你想要先結束 或是你想要怎麼做 它並不是一個形式 現在很多人看到啊 欸我的主管 我的老闆還沒走 但時間已經到了啊 或者是 哎呦身邊的人都還坐著 我不趕起來 那加班會有加班費嗎 加班如果要有加班費必須要先提前跟主管申請加班 才有機會批准 像我啊 有時候看我們家樓上的物業啊 他們都做超過時間 然後還在忙喔 甚至晚上十點還在傳東西給委員們之類的 喔對 你是委員喔 我就回他我說 現在已經十點了耶 你怎麼還在工作 可是對他們來說 感覺事情就是永遠有做不完的事 永遠都必須要加班 我覺得這個東西必須從現在在看這支影片 然後請你把它轉出去 給所有人看 就是這個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耶 因為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的朋友或是任何東西 我們加班是一定有加班費的 反正他們有時候加班 其實都是他們出自於自己說 喔我想要今天把這個東西做完 而去做 我覺得台灣特別嚴重 台灣的加班文化特別嚴重 對那可能因為我朋友大多是白人 他們可能比較不會 西方的部分 那可能他上次就是法國人 那根本不用想了 有沒有看過愛秘莉在巴黎 這個東西你在法國要不得耶 禮拜六禮拜天還在講公事什麼話 你的朋友會怼你的耶 然後甚至會跟你說 這是在法國要罰錢的耶 而且他們會強制你休假 我不能換錢喔 不能 因為像我以前在公司裡面也是當主管 我只要到下班時間一到 我就立刻跟我所有的部署講說 下班拜拜回家 那還是會有一些就是 覺得說不行啊 我這個簡報還沒做完 那我就會把包包又放下來 坐在他們旁邊說 只要不是立刻立即要出來的東西 我就會說反正明天也沒有那麼簡單要講 那就之後再說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你這個也是一個壓力 也是壓力嗎 因為有些人他的個性就是 我今天必須要把這件事情做完 如果做半夜會睡不好 所以你這樣子的話也是變相的就是 勒索 所以我覺得加不加班這件事情 應該是看你自己 喜歡加班加到死沒有人會理你 因為那出自你意願 你們不是一群potato 你們是人 就是你有自己的思想 像我就是毫無壓力啊 一輩子奉獻給阿菜 他今天真的很俏皮耶 網路上說職場是工作 不是交朋友的 真的工作就是公事公辦嗎 公事公辦跟交不交朋友 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像我講公事的時候 不管是誰 我就會有一個公事的模式在裡面 然後我會該怎麼樣去run 怎麼樣去進行 我會講得非常明白 不是在聊公事的同時 我就是一個朋友的人設 大家請搞好你們自己的人設 你們人生中會碰到很多時候 是你要當不同的角色的 很多人碰到的問題就是 你會變成你搞不清楚狀況 對啊 切身之痛啊 就像你搞不清楚你是員工還是 就是朋友或是合夥人 的確 像我這人就講很清楚 我就說欸 那你這邊就是怎麼樣 拿多少 那怎麼樣這樣 我就是談不開來講 你可能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直接比較好 對啊 一開始沒有被我嚇到嗎 不會啊 喔有 被你的美貌嚇到 那你說職場上不是來交朋友的 怎麼這麼多限制啊 你們好多限制喔 Oh my God 職場上是來談戀愛的 好 我們不交朋友 我們交配 好不好 欸欸欸 大哥 阿菜我不曉得應該要去外面吃頭囉 還是回家幫忙進行早餐店呢 基本上有這個問題 他應該是想要出去外面工作啦 嗯 然後家裡希望他幫忙早餐店啦 回家 然後他又有就是家裡的人情一些壓力 所以他才會出現這個問題啊 也有可能他在早餐店那邊做的還蠻順手的部分 啊很舒服 舒適圈喔 然後覺得說可是旁邊的人好像都在外面 而我沒有在外面工作 那我的人脈就會跟人家不一樣 這樣意思嗎 我覺得 喜歡想要什麼 你就選擇那一個 當你想要再去外面工作的時候 其實也不遲 很多長輩常常會說啊 你現在不怎樣 以後怎麼樣啦 然後如果齁 你現在不這個學這個東西 以後就輸人家哪裡啊 總是怕輸在起跑點 看我我第一份工作就空服嘛 進入實況圈 已經超過25樓 實況圈你要知道欸 遊戲界的大家都是幾歲 16 17 15歲 那我會太晚嗎 只要你有頭腦做 你有心做 你就可以做得到啊 就是要有一些謀略的 work hard ok 但是你最重要work smart 然後要夠積極 你如果在早餐店覺得 欸做得不錯啊很舒服 沒關係 當你想要出去的時候 你才出去 你可以去試 你可以去撞 你也不用太擔心就是說 啊我如果找不到工作怎麼辦 那你就會知道說 喔錯過了這個時間 我是會找不到工作的 嗯 因為這就是你人生經歷 人生經歷沒有一直在成功的啊 人生經歷也沒有一直在走 對的路啊 只是我盡量讓自己的判斷 選擇好一點啊 不用太擔心 要把就是的想法 拋在腦後 ok 接下來是快問快答時間囉 來 第一份工作一定要滿一年嗎 那你覺得這個跟雷森說了 哈哈哈哈 什麼意思 第一份工作一定要做完一年啊 不用啊 因為我看一下我媽很常說 哎呀你不要以後出去工作啊 一年換幾個老闆啊 換老闆怎麼了嗎 你可以認識到不同的人 你才會知道說你 欸其實我上一份工作其實是滿好的 嗯 你才會累積這些東西啊 ok 對於上班很緊張 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辦法可以做好 你只要覺得你可以 你就可以好不好 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的存在對社會有幫助嗎 蛤 蛤 你的存在或許現在看不到有沒有幫助 但是就是因為要存在的夠久 如果你覺得你希望是對別人有幫助的話 那你就從現在開始累積 以後問神不如問天才就問你啦 好正面喔這題好棒喔 那些什麼都不懂的人為什麼還可以領得比我多 人生啊就是這樣啊 一人一款命啊 但是呢 你要反轉這個人生 把這個桌子翻過來齁 把這個桌子翻過來齁 直接Rock他們的世界 踏入職場第三年我不新鮮了 但一跟主管說話我就緊張的什麼都忘了 齁 這跟我的第一任助理一樣 他只要一跟我說他腦袋就會空白 然後平常私底下就是很好都ok 我跟你講 要嘛就是去換另外一個老闆 要嘛克服這個難關 我有一個朋友他碰到一個老闆是非常的精明敏幹的 但他講話就是非常直接 然後他有碰到另外一個老闆是跟他年紀相仿 但能力非常強 可是他就是比較詭諧 在這兩個情況之下 其實他被逼老闆帶是比較好的 他的表現是比較亮眼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一定該怎麼辦 阿蔡有沒有什麼面試的技巧可以傳授給我嗎 微笑 微笑 再微笑 再微笑 學姐傳授我面試的時候要穿肉乳溝的衣服 會增加面試的機率 請問阿蔡是真的嗎 不是看你要面試什麼工作啊 如果你今天要面試的是金錢爆的話 那可能 那可能 什麼職位就可能會有一定的形象 但是我覺得啦 面試我自己是不會 我會微微的就是有氣質的去展露我的身體每一部分 好 有一份工作是這樣的 徵求女性 165公分以上 55公斤以內 C罩杯以上 碩士學歷 精通至少兩項外語 貼心細心反應快 外表出眾儀態端正 月薪跟老闆商量 這是我最近看到的特助真材資訊 我該注意什麼嗎 其實國外也蠻多的 像私人飛機 他們在徵人的時候也是會有這項要求 或者是一些老闆他們可能要去哪裡 然後在跑的時候他們就會請一個這樣子的助理 對阿 那是為什麼是門面嗎 門面阿 然後有錢就是任性嘛 我希望你是看起來端莊的 所以不是要徵求老婆的意思 他也不一定會有這個意思 但是通常你看到這些訊息的話還是要小心一點點 我知道有正常的工作是這樣的 因為畢竟我有朋友是當私人公主的 自己斟酌自己要學會保護自己比較重要 最後一個問題 面對職場的前輩一定要稱呼歌或姐嗎 我覺得會有這樣的問題 也是就是我們的亞洲習性吧 就是文化 稱呼歌或姐是一個比較好融入 或是你覺得別人對你會比較討喜的地方 對但是有些地方他也不喜歡你稱他歌或姐 人就是互相尊重阿 今天我叫你的名字也不代表我不尊重你阿 要把你名字拿出來是幹嘛的 去改名啊我叫姐就好啦 今天我們這個新鮮人職場篇套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記得要關注我的IG或粉絲團阿 按讚訂閱分享給別人 Listen You need to listen to honey OK? Listen 大家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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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